1980年,18岁的陈冲凭借小花成为史上最年轻的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得主 而一年后,她却选择只身前往美国留学 在国内前程四景的陈冲却在美国要靠刷盘子才能养活自己 你是什么时候正式搬到旧金山的呀? 太久了,92年 那时候你刚来的时候,还是挺大的变化吧,景象 你要按国内的标准来说就没啥变化 对,国内变得更快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会看那些垮掉一代作家们的书嘛 这儿的发源里都有特别的感受 而且我希望那种更叹你点生活 对,旧金山是非常嬉皮 是啊 对,但整个气氛变了 因为我是很喜欢1960年那种美国 那时候等于这是一个中心的 对,你到这里来看他们什么作家阅读什么的 我不太来,我主要来看书 对,我来看书 我好久没进去了 是吧,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我喜欢这个年代的几个号 出一本诗集会被宣判 真是 然后这创始人现在正好100岁好像 Lawrence Lawrence Valenzetti 是我老公的病人 真的啊 所以他也是城市的icon 对 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还想反抗 想吼 对 想这样,因为现在不想了 现在没人想吼叫 那你说这些能量都去哪了呢 这些能量都 就散发掉了 对,散发掉了 因为它有太多的可知处 我们已经走过了 就这家是吧 对对对 餐馆不是就在这吗 你喜欢这种潮湿的天气吗 挺喜欢的 这个让我感觉好像有点回忆 你想过吗 比如如果当时没出国 那命运会怎么样 我不可思议 当时如果没出国的话 不可思议 就是透露式的表达 我当年是完全接受的 我也是在舞台上朗诵 我应该怎么站着 或者应该怎么拿着 我也会 我也是那么做的 潜意识里面 可能知道我是生活在一个大舞台上 我平常很少去想他 那天我看了一部电影 叫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 叫Irish 是不是 对对 突然的勾起了我 因为他移民是从阿尔兰到纽约 那至少他语言还是通的 人种啊什么 还是白人 还是白人种 还是这样 我是一个文革当中成长出来的孩子 一架飞机突然间给我撂纽约 所有的价值观 对错 一下子都没了 然后所有一切熟悉的 这种思念 这种牺牲是很大的 这当时中国还有什么意向 让你特别的留恋 除了亲人 除了什么样的东西 让你特别的强烈 一种集体主义吧 因为美国是完全个体化的 那种孤立的 那种非常孤立的 原子化的 对 因为你要突然间负起责任来了 集体主义 有一种安全感 所有的对 是上面交给我的对 所有的错 是上面交给我的错 那要用自己的良心 去做分析 自己的良心去感受对错 这完全陌生的概念 我当时不知道个人意志是什么 我不知道个人意志是什么 但是这个其实是人应该有的 没有自我意志 很难有道德底线 因为你就没有办法担当 没有良知嘛 对 你没有办法担当 你没有办法担当 你自己觉得什么时候 慢慢真的建立起来 你所有的个人意志也好 慢慢真的开始成熟了 需要花了多长时间 很难说 太漫长了 那个回忆起来的话 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那样 对 一切好像要从头开始去学 所以这个痛苦漫长的过程 有很多是内在的内心的东西 中间有特别动摇过吗 就放弃回来 没有真的觉得因为感情上这种痛苦 就改变自己的决定没有过 你是那种live in the moment那样的人吗 那种 我希望是 我的理想状态是这样的 理想状态是 但是也不是很容易做到 其实我挺固守的 所以我说我到美国 我看到有一些其他的留学生就科技这方面的 或者跟我同代的 他们其实融入的比我快 因为他们的语言比较相通 那种技术语言或者什么语言 对他没有对一个祖国的概念 有一种象征性的或者情感上的分析 因为我在考虑假值观 我在考虑某一种文化上的什么 负担就比较重 所以很难让我放弃 我当时出国的时候还没钱看电影 等到我去电影院的时候 看的是 Chair the Fire 我特别爱这部电影 Chair the Fire 然后我就知道说 那个英雄人物是这样来表达的 就是说在表达一个英雄的时候 你不能去抹杀他的人性 然后慢慢的我也看到了许多 就是对人性本身的肯定 所以我感受到的是生命力 而不是一个空大的口号 比如说Chair the Fire 里面有两种信念 一种是宗教士 另一个可能就是为了某种人的拓展 我可以跑得更快 我可以更辉煌 那种希腊式的一种东西 这两种信念哪个对你更有吸引力呢 都有吧 都有 都有 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呢 可能更是作为一个人吧 个体的一种丰沛性各种 作为一个人 对 你看那个Emily Erhard 那个女飞行员 为什么她至今人们还在想着她呢 她没有说我是为了航空事业 我要冒这个险 我要做一件勇敢的事情 独自一个人要怎么样的 没有 她是一种非常个体的冲动 对天空对航空的一种激情 一种偏好 其实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人 是最有创造力的 我喜欢那些没有实用性的激情 就是对人性本身的 对人本身的一种拓展 其实当然小花这么打动人 其实也是某种对更本能的人的情感之间那种表达 是不是一下子 对当时小花的表达的确是跟其他的 之前的叙事完全不同的 叙事不一样 她很模糊的给人带来的这种渴望向往和爱吧 有一种爱 当时拍的时候对刘小庆什么印象 19岁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进组的时候才17岁 我是在小花祖过的18岁的生日 所以她不怎么带我玩 她就把我当孩子 没什么可多跟我聊的 我就觉得羡慕她 特别羡慕她 很豪爽的个性 会唱歌 会弹洋琴 这都是我不会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她老有午餐肉吃 就特别羡慕 就特别缺吃的嘛 那时候 而且我特别的馋 一顿能吃四五个大馒头 特别馋 然后羡慕的不行 或者说在一个剧组里面 突然之间在几个月或者一段时间里面 彼此间的感情迅速的加剧 然后突然又都散去了 这对一个人的情感的考验是怎么样 对你来说 其实就是说真的每个小的时候 每次离开摄制组 那种惆怅根本不是一个少年应该有的 当时离开小花祖的时候 我也记得挺清楚的 就觉得是大病一场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这次拍的也是少年的电影 我真的我看到他们道别的时候 我太理解了 当然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马戏团式的生存方法 现在有手机有网络了 你还可以说去关心到其他事情 过去没有 你的全部的人 人就是在这个组里 就好像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了 世界上就这几两三百人 这就是全世界了 那就是这样了吗 我等那时候一直听那个听毛网 听 Presley 那时候听到那个Lamme Tender 什么感觉 记得那个具体的场景 有点爆炸性的吧 就有点像第一次听邓丽君这样 然而更具有爆炸性颠覆性吧 最初听到订了邓丽君是什么时候 七八年吧 很早就是刚刚开始有的时候 那时候还要背着我父母 也是惊讶那种太惊讶了 那时候我们还用邓丽君的歌 挑交际舞呢 那个就觉得简直腐败头顶了 就自己认为已经是腐化堕落到了极点了 然后到 Presley更堕落是吗 觉得 对 那你什么时候最初读到这本书呢 英格雷士呢 当时最初什么感觉 他构心很多过去的那种记忆吗 回想还是什么 也是很多年没有去想这种事情了 因为人不是整天都在回忆的 生活挺索的 或者为什么选择去拍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出 其实过去的几年当中也有其他人来找过我 倒戏 但是都没有感觉 那读完这本小说 我觉得我可以给他加分的 您加什么分呢 你觉得 就是 把他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给他的是我的情感 我给他的是我自己的这份回忆 我进上外以后拍了那个小花之后呢 我就错过了很多课 回去以后就需要各个老师给我补课 就那个是挺幸福的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单独上课 而且比较自由 然后老师也愿意跟你说一些他想说的 可以一对一说的 所以那个还是很享受的 包括这个过程中 比如哪些东西最击中你呢 让你 是他跟他的英语老师 英语老师 在这样一个贬乏的那么艰难的岁月 能够有一个人 让你去感受到内心那种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其实就是对这种最美好最柔软的东西的一种渴望吧 那比如说你在这个电影中 英语世中你对角色的感觉 你对应该是什么样的处理呢 每一个角色不一样 就英语老师吧 那个最迷人的那个角色 从外形上来说 他其实有他很威诺的那一面 说话声音也挺轻的 也没有表达出任何一种特别勇敢的那种行为 但是他是整部电影当中其实最坚强的一个人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有真正信念的人 我比较反感电影里对坚强的表现 是所谓对坚强的某一种想象 就是我觉得在被砍头之前一定很害怕的 其实是你内心的最大的恐惧 就是你都根本就不想不想再等待下一时刻的生命了 你在这种恐惧之下 因为某一种信念你挺过来了 你挺过来的时候可能是弓着背弯着腰 你可能在尖叫 但是你没有叛徒 就说共产主义信念你要真正的去理解它 真正的去说这个信念真的很伟大 很伟大 你要没有这个的话你怎么拍的好 所以在我脑子里的英语老师 他就是一个那么普通的人 他会害怕能不害怕吗 他要保持他的生活品质 有他一份小资料 那些年我们大家都是对这个东西是杜绝的 这个东西是危险的 所有最温柔的东西 在那个年代却是最有颠覆性的 有爆炸性的 对啊 当然邓丽君和猫王也是有他的颠覆性和爆炸性的 就是他没有按着一个时代的脚步 就就就跟一群牛那样去生活 他是按着一个永恒的脚步 在生命的路上走 而不是见机行事的很实惠的 就是说没有任何理论基础也好 思想基础也好 就在那里看着风向去做事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对英语老师的那一份爱 这种因为那代人都是受这种 你说革命叙事也好 或者威武主义叙事也好 那种的那种塑造和影响 都有一个逐渐挣脱的过程 然后重新寻找 对你个人来讲 这个挣脱过程是怎么怎么发生的呢 还是说他其实一直 那个种子一直在 我相信可能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是出国吧 就是我进上外以后 有一个老的老师 是那个圣约翰的毕业的 我的英语名字是那位老师给我起的 Jone 对 什么来头呢 他起这个名字 就是Jone of Arc 勇敢的 是这么一个圆圆的 声音也有点像 然后老师认为你身体里住了这么一个强大的一个女人吗 那么一个tough的一个 没有他就觉得这很好 然后知道我在申请出国 说要勇敢 嗯 Dave Lynch和贝多鲁奇 谁给你的印象更强烈 当然贝多鲁奇 嗯 那个电影拍的很慢 很长一段时间 对 哎 他是个特别强烈的人是吧 我对他特别着迷 他也没有说是那么强烈的一个人 他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看见诗的那样一个人 嗯 你也是个经常能看到诗的人吧 我也不知道 嗯 我喜欢这样的 嗯 我相信每个人他都有这一面 嗯 就是生活太繁忙了 而且人总觉得自己不繁忙的话就不够努力 嗯 就 就失去好多我觉得 嗯 嗯 再来点吗 嗯 嗯 对 我也属于比较能吃的 这样的减肥方法 那样的减肥方法 听的都是各种折磨 上行 就是你的状态保持的密集就是想吃啥吃啥 对 这应该年轻的女同学们都听一听 嗯 很大的缓解对他们的焦虑 都每个人幸福感不一样啊 嗯 有一些人的幸福感是他自己在掉棒的时候 嗯 我的幸福感是 在总结的时候 你的幸福感呢 一个人的时候 嗯 必须的 对 你也是吧 都是一个人的时候到来 有一个谁说的话来的时候 嗯 最好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发生的 真的是 那怎么跟人相处啊 要是最幸福总是一个人的时候 幸福与幸福之间 总得要有个其他内容 填一下是吧 过度一下 你很早就发现吧 我只知道我是需要独处的人 嗯 没有独处的话 那肯定我其他的感受就没了 嗯 因为太难做自己了 嗯 尤其在人跟前 太难做自己 但你已经属于做得非常好的没有 所以需要独处呀 嗯 这个我也许不太适合拍摄 哈哈 导演说了 这个不太适合 这个 这个 又碎 然后又得嚼 然后绿色的菜油灰在牙缝里 嗯 造成混乱这个是吧 对 嗯 嗯 嗯 现在回忆起来 当年大班引起的争论 你还会不舒服吗 不会 早不会了是吧 嗯 就好像看别人一样 对 像一种人别人的人生 对 好像根本就不是我自己 嗯 目前为止你演过这么多 哪个角色让你真的是觉得特别难 特别有挑战性 特别有挑战性的都是特别 烂的角色 烂 破角色的挑战性可强了 你能说说看 你怎么演啊 你怎么演啊 你怎么演 你才能 才能 不让自己 无敌自容啊 嗯 比如吗 能说吗 这个我都记不住了 嗯 我演过好多烂戏 好在就是说 做演员的你演烂戏 人家没看过 或者自己 烂嘛 没人去看 比如你自己想起来 你演过这些烂戏 你内心什么感觉 我心里特别咯噔眼不舒服吗 也没有 也没有 人嘛 嗯 嗯 包括你演那个 我很喜欢那个电影 其实 Home Story Oh Home Story 对 对对 里面那个母亲的角色 对你来说 你演她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导演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 给了我剧本 我看完了 我见她 我说呀 我说真没见过这样写母亲的啊 嗯 我总是想给她一个熟旧的价值 嗯 我总是想希望她有所认识 嗯 但那个导演 因为她讲的是她自己的妈妈 她无法给予这个 嗯 然后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让我把这个角色承担下来了 嗯 她说她妈妈不识字 就是要想象一个完全不识字的一个单身的女人 曾经在风流场所工作过的 带着儿女一个人闯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 她有多少生存的方法 嗯 和她的这种个性 所以她就跟我说了这一句 我觉得这个人她妈妈不识字的 我就觉得一切都好像可以把它翻译成某一种东西了 其实我那片子最明显的感觉是她 对 哎呀那种生命力太动人了那种东西 她必须这样 嗯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对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其实就是 这种希望让她动人 嗯 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力呢 我也不知道 我经常觉得没什么生命力 但看起来这么有生命力啊 你想你这三四十年的这个时间 换过不同的地方或者做不同的尝试 生力很惊人的呀 活了好几辈子似的 可能还是有一些好学吧 嗯 文学区位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因为你刚才说的很确实是很文学的部分嘛 年轻的时候读书量很大 其实特别爱读书 就记得如果是拍戏的话 我会一个人在房车里面读书 因为我生活精力有限 就是你不可能去把这些生活都活一遍嘛 嗯 好的小说 它能够让你体会到人格人性和人的一种梦想 它会更有感染力 嗯 比生命当中的似乎更有感染力 因为它浓度更大嘛 嗯 嗯 我看到这些酒就挺开心的 嗯 像那个书店够的感觉一样 对对对对对 有一点这种感觉 嗯 给你带来不同种类的暈眩 对 陌生的滋味 对 嗯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 那个安德森林的日记的 是80年代吗 还是在晚 很年轻吗 嗯 我有一段非常需要书的 的时候 来美国之后那段时间 很大的一个陪伴 慰藉 太困惑了 嗯 总觉得可以找到一些什么 我就是 就是说我最近找跟老公之间的 那个传真交流吗 我那时候在拍那个红玫瑰白玫瑰 那正好奥斯卡邀请我回来办一个奖 然后我就传真 我就发现了那张传真上写着 请你给我带这个以下这几件东西 嗯 可能有五个东西吧 后面三个都是数 嗯 我看见这个我才想起来说 真的是需要 就是这个 是刚需 这个表格里面多数是数 嗯 对 你说的红玫瑰白玫瑰 对你有有有有吸引力吗 你觉得 有有 他有很多人与人之间吸引的感情 而且不是那么 sentimental 嗯 不是那种 它挺硬的其实 对对对对 不是那种煽情法 我最过敏那种煽情法 嗯 哇 那种那种 哦 冰沙 谢谢 谢谢 蛮好吃的 嗯 但是我更向往那种真的是那种伟大的人格 那种道德的勇气那种 嗯 约翰克里斯多夫 嗯 就还是 英雄主义 理想 嗯 其实这个就是挺挺 厉害的一个东西啊 你想一想啊 一本法国老书 嗯 能够在中国当年的青年当中引起如此的震撼 嗯 对啊 我觉得这种 英雄主义 很浪漫的这种东西好像 什么时候开始就消失了 就大家好像对这种 personality不感兴趣的这种character 其实罗曼罗兰自己就很像这样 嗯 他是一个坚持理想的人 是 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 他会不会觉得哪有这样的人 嗯 前后左也找不着 嗯 但其实存在过 嗯 他一定在 嗯 只不过就是现实的价值 没有把这个东西衡量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嘛 嗯 其实我说拍英格力士 嗯 我要讲的也就是这样 嗯 我要讲这样一个人 嗯 嗯 嗯 有这种moral power的人 对 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我缺乏一些 嗯 但是我向往他 嗯 所以才会在电影里想去拍这样的人吗 嗯 嗯 其实我我丈夫有点这样 嗯 也就是说他他他对我的吸引力就在于此 嗯 你觉得 乱讲的话 在这么像这么一个世俗标准 这么 无口不入这么一个时候 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去保持他那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 他怎么办呢 他怎么面对自己的孤立呢 你觉得 就是 就是 你不能说我有理想 我坚持一个信念 我就是一个英雄 嗯 英雄他肯定有前提 他还有一种 自我牺牲的一个精神 嗯 就是他是可以舍弃的 嗯 那所以才叫英雄嘛 那要不然我也有理想 嗯 可我不个英雄 而且不被世俗规范影响真是太难了 所以你要独处呀 嗯 就是说 你去银河的时候 你知道你在银河 这 也还是可见受的 哈哈哈 你 subconscious 也不能 也不能太要求高了 对吧 嗯 那比如说你知道自己的银河了 你会 讨厌自己吗 你会 会啊 嗯 所以我银河的时候 总是不够流利呀 哈哈哈 真的真的 我自己 我自己都能观察到自己 对 就 就那个自己在看着呢 就直摇头 嗯 刚才你说你看到这个 这样照片 想你那时候 你觉得他已经经历过很多故事啊 苦涩呀 然后你说你再碰到他 你觉得都会过去 没 你现在看他 你觉得最多的苦涩是什么呢 脸上 嗯 嗯 他有一点 在有一点挑战性吧 眼睛里还是有一点 嗯 就是你能拿我怎么样 嗯 这张有点 拧的劲儿 对 其实生活当中的确 其实也有过很多苦难 嗯 但是呢就是说 是我 就是一个坚持要 嗯 保持 存真的 天真的 嗯 那些烙印是打在另外一个地方 嗯 它不是不存在 嗯 但是 不会影响胃口 嗯 嗯 那咱走 好 咱们走吧 好 树 嗯 树 我很喜欢树 树 嗯 就是有时候会走 再往那个上面走 就会走到那边的球墩 然后就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上去 啊 就可以在树林里啊 什么 很好 你喜欢那种沉默有力量的东西 对 嗯 而且知识之中 它从种子开始 嗯 简单的为了完成自己 嗯 就achieve itself 嗯 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力量 嗯 那你觉得你是那颗简单的种子吗 我呀 嗯 嗯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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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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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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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一段小视频说有一个什么细个演 他想演戏吗 喜欢想尝试一下 刚刚上菜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的孩子是可以当总统的 这个全世界宽敞的在你面前 然后他越长越大 他的世界就变得越来越小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还是可以尝试的